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老发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上知识 妙法灵法今现在是讲方便评的开词 略开散选一 动直生疑 现在是讲到结缘探当中的 这个解释这个结缘探的 所以然就是 是只探一 规制下第二是只探一 所以之后经文在第二十九页 这个灌口本子的第二十九页 佛所成就地稀有难解之法 为佛与佛 哪能就近诸法实相 这个佛所清正的全十二字 最稀奇少有而低于难解之法 只有佛跟已经成佛到的同样的佛 才能了解诸法实相的真意 所以叫做为佛与佛 难能就近诸法实相 为是单单 单单只有同样成佛的人 佛与佛之间 才能彻底的就近了之 近就是彻底就近的意思 那么对诸法实相之理 只有就近成佛的人 才能彻底了之 就是等着菩萨 所知的也是不究竟 只是部分分正而已 这个诸法实相是什么呢 诸法 简单说 不出三种法 就是佛法 众生法 心法 华严经所说的 心 佛 及众生 是三无差别 心佛与众生平等平等 详细分别 就是三千法 所谓一念三千 上次讲过的十戒十儒 详细分别 就成为百戒千儒 诸法的法 统治十八戒 而说 四圣法戒的声闻 圆觉 菩萨 佛 这叫做四圣法戒 六道凡夫的六番法戒 三三三道的天 人 欧修罗 三恶道的地狱 恶鬼 出生 三三三恶六番 六番法戒 四圣六番 就称为十法戒 这十法戒线分明 从阴治国 修阴德国的戒线分明 所以叫做十法戒 每一法戒 都有夏文所说的十儒师 每一个法戒 都有儒师像 儒师信等 所以接下去就说 所谓诸法 诸法每一个法戒里面 都有这十种儒师的意义 就是儒师像 儒师信 儒师体 儒师力 儒师作 儒师因 儒师缘 儒师国 儒师报 就九个来 儒师本末究竟等 就叫做十种儒师 就是每一个法戒 都有相性体力作 因缘 果报 从本至末究竟 平等 都具备这十种儒师 而一法戒里面 又具备十法戒 一个法戒里面 就有十个法戒 例如我们人道的众生 就是人法戒 只在我们这个人道 人法戒里面呢 就具备十法戒 例如我们人 动一念 五逆十恶之心 这就是地狱法戒 动一念 奸贪不舍之心 这就是恶鬼法戒 动一念 爱见吃祥之心 这就是畜生法戒 动一念 好胜斗争 而又肯不舍修福的人 这就是欧修罗法戒 动一念 中品十善 修持五戒 这个心 那么当下 就是人法戒 中的人法戒 动一念 上品十善 兼修四参八定之心 这就是天法戒 欧戒 欧戒 十戒 五十戒 三戒 诸天 那么动一念 这个上品十善 欧戒 天法戒 动这个四参八定之念 想要修四参八定 那么这就是 十戒天的法戒 想修四空定 就是五十戒天的法戒 那么这就是六反法戒 就在我们一念心中 同时俱备 如果发心学佛 懂得这个出世间的圣法 发一念想要修四参一法 要知苦 断极 木面 修道 动这一念呢 就是生文法戒 想要修十二因缘的法面门 先了解十二因缘的缘起的流转门 所谓无名缘情 行缘事 事缘 明生 明生缘 六肉 六肉缘 处处缘 受处缘 爱缘 奇缘 缘 游 游缘生 生缘 老死 游被苦恼 这是流转门的十二因缘 知道众生六道轮回生死 都是由无名而及 那么就是先从断无名下手 就发灭门 无名灭 这行灭 行灭 这明 事灭 事灭 这明生灭 一直到生灭 这老死 游被苦恼门 这个叫做发灭门 能修十二因缘 动一念要修十二因缘 发灭门之心 那么这就是彼之佛 圆绝的法界 动一念要修六度万恨之心 这就是菩萨法界 动一念要想要成佛 我到究竟成佛之念 这个心就是佛法界 所以在我们人法界里面 同时就具足十法界 人这个法界就具备十法界 那么其他九法界也一副如斯 同样具备这十法界 一念修足 地狱到这众生 他在地狱里面受苦啊 他也会起念的 那么他的念头也不出这十法界 所以华严经里面有地狱天资 那么在地狱道里面肯发心 由此超出生天 他动念的时候就已经是天法界 他能够发菩提心的话 那就是初世间的菩萨佛法界了 无论是哪一个法界 只要他这个有念 就具备这十法界 那么菩萨法界以下九法界 当然不必论 同样都是一法界里 具十法界 那么有人会怀疑 菩萨还没成佛 可以这样说了 已经成佛了 那佛的法界里面 怎么可能又有具备下面九法界呢 佛法界里面有菩萨法界 有三文冤军法界 这个是可能 同样是初世间的圣法 那么佛法界里面 为什么会有三恶道的法界里 佛法界里有人法界 天法界是有可能 因为佛也是在人间成就的 那么佛为什么会有 这个地狱二鬼出生法界呀 佛的这个三恶道的法界呀 是视线去度化 假如他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度三恶道众生 例如地藏菩萨到地狱里面度化众生 他就是由具备这个地狱法界的功能啊 他能到这个世界来度化这个地狱道众生 而他的这个功用啊 是由他体中本具的性能而讲 并不是说菩萨佛他造欧业 动欧念 并不是说菩萨佛他动这个五逆四欧之念 动坚贪不舍之念 动爱见思想之念 这个不同的 与我们六凡法界不同 菩萨佛他如果 所谓念的话 就是念地狱道众生苦恼 要度地狱道众生 念恶鬼道众生苦恼 要度恶鬼道的众生 例如沐浅连度他的母亲 堕落在恶鬼 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就没有办法到恶鬼道去度 那么佛菩萨 大菩萨 都是由他能度的功能而说 他有这个能力 这个所谓性聚 性聚 所以天台家 说这个 理聚三千 四兆三千 佛菩萨的性的 本聚这个功能 所以他能够到三个道里面 动化众生 那么这就是佛法界里面 同时具备十法界 也具备下面的九法界的意义 不过下面的六反法界 他不是动这个六反法界之念 而是起念去度化这类众生 去度化这些众生 就是他有这个能力 具有这个性能 才能有这个力量去度化众生 因此十法界里面 任何一个法界 通通都具备这个十法界的功能 那么一个法界就具备 这个十个仁师 十法界有一百个仁师 那么一个法界里面又具备十个法界 那么就是成为一百个法界 一百个法界就具备一千个仁师 所以叫做理据四造 两重三千 在理性上本来具足这个三千 三千法 四项上造作出来的 也具备这三千法 这个所谓三千呢 就是五蕴之法 有一千 受想行事的五蕴 这个十法 那么这个还有众生世间有一千 一报世间有一千 在大致多论里面有这个三种世间 五蕴世间 众生世间 国土世间 五蕴世间 是总相 一切法的总相 无论是 四发新发 一报正报 都是由这个五蕴假法 五蕴的法体 而演变成就的假法 众生世间 就是指这个五蕴的别相的正报 国土世间 就是五蕴别相的一报 众生所一的 例如说 有人 必定就有人住的地球 这个地方 房屋 万物 一切一切 人所受用的一切万物 同时具备 那就是一报 为人所依靠的 人是真报 万物是一报 那么因此 在这个百戒千儒当中 五蕴世间 有一个百戒千儒 就是一千法 众生世间 也有百戒千儒 也是一千法 国土世间 也是百戒千儒 也是一千法 因此 凡是动一念 随举一念 三千法 同时具处 五蕴 众生 国土 这三世间之法 就在我们一念心中 当下具足 所以 幕后指观里面说 戒而有心 三千具足 戒 很少 很微弱 就这么一点点的一念心 这一念心 当下 动一念 三千法 就同时具足 随便你动什么念头 动一个念头 三千法 就同时具足 所以叫做一念三千 这是天台中 大臣天台的智者大师 就从这个诸法十相 所谓诸法如是相等 这个百戒千儒 就从这个地方悟出来的 那么详细发挥在 法法悬议 法法文具 幕后指观 这三大部里面 都有详细的发挥 这个百戒千儒 三千性像的道理 那么这个 我们一切众生 随举一念 这三千法都具足 所以天台中的修法 他最注重观心 观心 所以他这个五重悬议的 通的说法里面 有所谓七番共结 七番共结里面就有观心 那么他这个四亿销文 解释经文在前面 前面如是我文的时候 我曾讲过 他这个四亿销文 越因缘 越教 越本质 越观心 也离不开观心 所以天台的教义 处处有教有观 有解有行 教是解 观是行 同时解行 教观 同时去诸 所以 解时 就是行时 行时 就是解时 解于行 同时当下具足 因此之故 他在观心方面的道理 这是真正讲到 这个修行的法门 天台家的修行法门 就是从这个一念 他当下具备三千法 由此下修观的功夫 观心 观照自己的当下一念心 所以修行最重要啊 就从这个心地下功夫 观照自己的心 时时刻刻 观照自己的心啊 看他动的什么念头 看他怎么样动念 动的什么念头 这个念头一动的话 那你就得赶快观察 这个念从哪里来 不能用压制 比如说我们 一天到晚了 妄想很多啊 咋念 妄想很多 不可以用压 不可以用压 妄想不准起来 不要让他起来 你怎么大妄想啊 不能用这种方法 不能用压 妄想还没出现的时候啊 你不要理他 你修你的功夫 啊 那么 妄想一出现了 马上观照 马上观照 观照这个 这一念妄想是从哪里来的 禅中 祖师禅呢 参话头 所谓话头 就是话还没说之前 前面那一段 所谓父母卫生前 就是灌这个心念 还没动之前在哪里 啊 啊 还没有起念 已经起念 念起了以后 念念了以后 这个叫做四润观心 啊 用这四个阶段去观想 观察这个 这个妄念从哪里来啊 他怎么会生起来的 他这个功夫从哪里悟出来的 从中论 中观论里面呢 呃 提悟到这个 四种方法去推 啊 推他这个妄想起源 呃 所以这个中论里面 有一首句诵说 诸法不自生 亦不从他生 不共 不无因 事故知无生 怎么知道一切法当体就是无生之理 当体就是空 不生不灭 怎么知道呢 因为一切法任何一法呀 单靠他自己没有办法生起来的 诸法不自生 任何一法都不可能自己生起来的 那么不是自生是他生吗 亦不从他生 也不是从他生 既然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 那怎么生的 自跟他活活起来生的吗 共生 呃 不共生也不共生 不是共能生 不共 那么自他共都不能生 那他这些法怎么生起来的 无因生突然之间生起来吗 也不是的 呃 不共 不无因 也不是无因生 那么既然也不自生 不他生 不共生 不无因生 这个一切法从哪里来啊 本来当体就是无生 事故知无生 天台家就从中论的这一首句诵里面 误出啊 惯心之法 那你凡是动一念 念一来了 您就赶快观察这个念从哪里来 假定说 这个心里动了一个贪心之念 我随便举个例子吧 诶 我看到这个杯子很好 很漂亮 哦 那个很使用 我很需要 那么对这个杯子我就起了贪念了 呃 这个东西我想要 啊 就是度尽身念 碰到这个境界啊 心里念头起来了 注意哦 注意听 这就是平常 自己用心 关心 修行的方法 这个念头一生的时候 那就观察 怎么观啊 这个贪心的念头啊 从根深里 从静深里 这个念头从哪里生 眼睛看到这个杯子 眼睛是根 眼根 那么这个贪心呢 那是从这个眼 眼睛的眼根 升起来呢 还是从这个杯子的 沉浸 升起来 假如眼睛能够 这个眼根 能升这个贪心的话 他不必看杯子 不用看杯子 平常他就该升 就得升贪心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 这个杯子之前 这个眼根 并没有升贪心 没有贪心 那么这么一来 不是眼根升了 因为眼根 平常不升啊 他没有升这个 贪心啊 这就是不自升 不是眼根自己升 不自升 那么既然不是自升 从杯子升吗 杯子应放 我升起这个贪心的 从近升 既然是从近升的话 那我眼根 看到杯子 这个沉浸 才升起这个贪心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沉浸 会升贪心 这个不是我看而已 别人也看到啊 他不喜欢 这个杯子的人 他看到 他为什么不动贪心啊 例如我现在 看这个杯子 会动贪心 你们懂了没有啊 你们大家没有动贪心 同样都是见到近 为什么我会动贪心 你不动呢 还有 我们看到杯子 会动贪心 圣人看到杯子 为什么不动贪心啊 圣人对近 他也对近啊 佛 菩萨 生活圆觉 他也是照进啊 他的眼根 也会看东西啊 那么圣人的眼根 对着这个沉浸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起贪心 为什么是我的眼睛 看到会起贪心 那么这个沉浸 也不是真正能够 引起我的贪心的因缘 不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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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生妄念的这种情况 而是您自己身 那么 其他圣人 其他的人 都不会因这个境界而生贪心 那你为什么会生啊 这样观察 不踏生 既然不自身 也不踏生 那么两种合并起来 共生 因为我的眼根的 对着这个杯子的 他的镜 而生贪心 单一既然不能生 两个合并起来 怎么能生啊 单用眼根 他自己也不会生 单用沉浸 他自己也不会生 为什么两个合并起来 就会生啊 举例说 沙子能够炸油吗 耍 沙子 外边的人家 做房子的那个沙子 一路河流里面的沙土 那个沙子可以炸油吗 这个沙土可以把它 炸出油来吗 不可能 一粒沙子可以炸吗 能炸出油吗 当然不可能 一粒沙子炸不出油来 多粒沙子 两粒沙子 同时炸 也是炸不出油 单自一既然不能生 共同又怎么会生呢 单眼根既然不会生 妄念 他不会起贪心 那么这个沉浸 他单他自己也不会起贪心 那么两边都没有油 两边都没有油 自也没有油 他也没有油 同样是沙土 那么既然同样是一粒沙土 把它合并起来炸油 就炸出油来啊 那这个自己没有 自己不生 他自己不生 共也不能生 那么既然都不能生 那我这个妄心从哪里来啊 无因生 没有因缘 突然之间他就生起来了 有这个可能吗 不可能 不可能既然不能无因而生 因为如果是无因生的话 我们一天到晚都要生这个贪心了 可是并没有这种情况 不对劲的时候他就不生 可见也不是无因生 因为不对劲不会生 不对劲不会生 就不是无因生 所以诸法不自生 也不从他生 不共不无因 都这个四种法都不能生 事故自无生 当体就是无生之理 这是越这个跟对劲 来观察这个妄念的起初 这个妄心从哪里来啊 不可得 再进一步推 去研究 这个所谓推啊 就是研究了 你再进一步去研究 那么会动 这里会动念 无论是贪嗔痴 或者是关火啦 发脾气啦 贪嗔痴 称恨心去 与之心去 是我们有这个心 对着劲才生 这心劲相对 心劲相对 劲是希望不死的 根本就没有实体啊 这个杯子会不会打破的 破坏了就没有 没有实体 那心里有心吗 那这个有形有相的 上前可以破坏 没有实体 难道你的心是什么样子啊 你把心拿出来看看 你的心是什么颜色 青黄湿白 我的心是红的 心脏是红的 那是假的 这个心脏肉团心啊 这个肉团心不能起作用的 假如这个肉团心 真正能起作用的话 这个人刚死的时候 他的肉团心还不是还好吗 没有烂掉 没有坏掉 刚刚死掉的人 他这个肉团心还是存在 还是跟好人的一样 可是他会动念吗 他怎么不动念 可见这个肉团心 不起作用 起作用的不是肉团心 那么这个心里观察 什么颜色 青的黄的 红的白的 什么样的颜色 连形体都没有 哪里有颜色 那么这个心有多大呀 多长啊 长短荒圆 你的心是长的 短的 四方的 圆圆的 心长的什么样子啊 一直推 推 推到最后 就是禅宗二族所说的 逆心了不可得 逆心不可得 心在哪里啊 你拿出来我看看 所以这个二族对三族 三族要求要得写脱 慈悲啊 我要求写脱 怎么样使我写脱 他说 谁扶你啊 想办理 没有人 没有人缠住你嘛 那你脱过什么呢 那么所以二族对祖族说 我心不安啊 求祖师替我安心啊 将心来 与你安 你的心哪给我看啊 看什么地方不安啊 我替你安啊 他就追求心啊 心在哪里 是情况失败吗 是长短方圆吗 是什么样子 这个心根本找不出来 密心了不可得 密就是求啊 找啊 密心不可得 密心不可得 祖师就说 与你安心尽 假如你能够知道 心不可得 当下心就安了 所以天台家的功夫啊 就用在关心 用在关心 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都要从这个 关心的方法下手啊 才能得到 真正断烦恼的功夫 假如你不从心地 这样子下功夫 你就是天天在 念多少经拜 多少拜 心不下功夫 那只是得一些福报 种一些善根 要求降福烦恼 那就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必定要从自己心地 这样下功夫 因此禅宗祖师 他有个比方 他说照顾话筒 照顾这个心念啊 就像那个猫要抓老手啊 他在这个老鼠的洞洞旁边 看着这个老鼠出来的情况一样 有一个老鼠洞 老鼠就藏在这个洞洞里面 猫就这个洞口啊 等着这个老鼠出来 要抓他 他没有出来的时候 他坐在哪里没事 没事 老鼠一动想要出来了 他就马上就抓着就伸出来了 我要抓你 老鼠又跑进去了 平常照顾心念啊 就是要用这个功夫 妄想还没来的时候 你不要压他 我不让妄想起来 不能打妄想 不能有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就是妄想 嗯 想不要打妄想的那个念头啊 就是妄想 嗯 那就是妄想 假如你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话 那你也是在压 不行的 好像这个猫啊 他要抓老鼠 老鼠没出来 你手这个抓着伸进去 洞里面也抓不到 也抓不到 他没出来嘛 嗯 他还有更好的比方 嗯 禅宗里面有牧牛图 牧牛图 好像这个看牛的 牧牛 嗯 叫牛啊 啊 过骨 他看着这个牛啊 牛他平常吃草嘛 就让他吃吧 嗯 牛鼻子的绳子拉住 嗯 看住他 假如他偷吃这个人家的萌苗 或者吃人家的青菜 人种的东西 他偷吃人家的东西 一看到了 马上把这个鼻子的绳子本来拉起来 嗯 吃一拉他就知道 哎 这个东西不能吃 不能吃 那么因此他就不敢再吃了 那么照顾这个妄想的心念呢 也是这样子的 不随不知 妄想没有来 不要压制 妄想来了 不要跟住他跑 好像这个牛偷吃人家的东西 你不要让他继续吃下去 嗯 这个妄想一动了 拿回来 哎 怎么打妄想啊 妄想从哪里来啊 什么原因动的呢 就是刚才的那个四孕观星啊 去推 你用这种方法去推 推到最后没了 哎 你动的多大的 他先这么一推就完了 就没有了 等到你把这些功夫推好了 那个刚刚开始打的妄念了 老早就不晓得到了哪里去了 就没了 嗯 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不要用压抑 不要用压抑 压抑是不行的 那有三病 啊 所以不懂的方法的人 对之妄想 结果压得起烦恼 啊 发神经病 甚至变成 狂 啊 这个疯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所以这个对付这个心理的妄念呢 不能用压的 有人会这样说 他说我没念佛 没妄想 哎 我一念佛呀 妄想就来了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不念佛的时候 妄想照样来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没有观照嘛 这一念佛 我一用功啊 一观照啊 妄想就发现了 这个情况就好像我们这个外边的太阳很大呀 啊 可是我们房子里面呢 看不到这个 这个围尘在飞 现在这个从外边呢 假如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小洞洞 阳光从外边照进来 只一条线 啊 一条线的光线照进来 你看这一条线的阳光里面的这个小围尘啊 小小的围尘在飞飞飞 啊 好多好多 多得不得了 阳光不照进来的时候 整个房子里面满满的围尘啊 那个小小在飞的围尘 就是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而已 阳光那个强光不照进来 看不到 不知道 不知道这里面满满的围尘 阳光一照 发现了 哦 好多好多的尘埃 嗯 那么 这个阳光照啊 就是好像你用功了 你修行了 你念佛了 一用功发现 哦 我这个心里好多妄想 妄想哪里来啊 光不照不知道 光一照 整个心房里面满满都是妄想 整个心房里面满满的妄想 所以要这样的下功夫 嗯 那么 天台中的祖师啊 就从这个诸法十相礼 嗯 这个如是相性体力作 因缘果报本末就近 嗯 这些道理啊 悟出这个修行的方法 嗯 禅宗 祖师禅 他是不用 四人观心去推 他不用这个方法 他直切了当的 嗯 只是观察这个 呃 话头 念头从哪里来 父母卫生前 自己抓出一个无意味鱼 嗯 没有味道的 一句 嗯 随便抓出一句话 哦 父母卫生之前我在哪里啊 自己用这个功夫啊 来对付这个妄念 嗯 他经常这样是照应这个话头 嗯 或者是这个 所谓一千七百公案里面呢 随便举一个公案 举下功夫 虽然是没有意外的 一句啊 这是叫做窍门瓦子了 这个门还没开啊 门是关注的 关注的你要把它敲开 用什么敲都可以 砖头也可以 瓦片也可以 石头也可以 只要把这个门敲开就好了 啊 能够把门敲开就行 不管用什么东西 啊 祖师禅 他下功夫的方法就在这里 目标要把这个 我们这个迷失的这个迷门 那么要把它敲开 求开悟 只要能够把它敲得开 就好了 而这个用的什么东西敲 砖头 瓦片 石头 都可以 没有什么关系 啊 所以禅宗祖师 他用什么办法 都有这个开悟的因缘 啊 原因就是他的敲门瓦片 敲门的东西 用对了 就能敲得开 而我们没有这种上根立志的能力啊 中下根性 念佛 念佛 念佛也是敲门瓦子 也是敲门砖 念佛也是敲我们的这个迷失之门啊 把它敲开 用意是相同的 因为你其他的惯法 你没有办法作用啊 就是用念佛来敲他 敲这个迷失之门 念佛怎么敲你 你们用念佛的方法 无论这个门有没有敲开啊 不是打妄想 不是打妄想 心里是念的是佛 是用正念万物换这个妄念 功夫在这里 禅宗的目标是要求无念 没有到五身之位之前想要无念 那是不可能的 各位不妨自己静下来观察观察自己的信念 您能停个三分钟不打妄想吗 您能停个三分钟不起念吗 找个安静的时间 自己试试看 坐下来 腿盘起来 用心内照去观察自己 回光返照 灌灌您自己的心 您在这三分钟里面能不动念吗 恐怕不容易吧 比如说只是 不让他任何情境深念头 就是你正在修行的时候 他照样动念 所以我们大悲伙念得很熟了 有的时候啊 那个说不合说不合 一直翻来覆起的 念了几十遍还跑不出去了 我从前十几岁 当这个小金灿鬼的时候 赶金灿 陪着那个老金灿王在那里念赶金灿 这个很奇怪的 他们赶金灿什么法板什么都会敲 什么吊吊都会唱 可是他的欧密陀经背不起来 很大的怪事 欧密陀经背不起来 那个时候我刚学 我也是欧密陀经 靠住人家背 因为我也没读过 就听来的 都是靠听的 我两堂功课都听的 没有读过 那么这个 因为我是靠住大家 他们又靠住我 这糟了 我要靠人 他也靠我 那么两边都是没有自信 因为大家在这个 佛葬场里念 欧密陀经啊 念来念去啊 又是摄立佛 福次摄立佛 又是摄立佛 念了半个钟 你还在摄立佛 就是滚不出去 一直在 如意云和的前面 一直在这个 东方世界的前面 无论如何 就念不到东方 快啊 念了半个小时啊 大家都没声音了 我就是很规矩的 眼光比 比关心在 敲着木仪在念啊 我是一直在 摄立佛 摄立佛 又摄立佛 福次摄立佛 就这样转 转过半个钟 结果只剩下 我自己的声音了 大家都没声了 为什么 他们都屋着嘴在笑呢 大家都在屋着嘴笑 笑什么呢 念不出去 念不到东方 念不到东方 我不看他们 我还会念 还是在右舍立佛 眼睛一看 好了 都不会念 都不会念 都笑了 我想这个火装床里面 睡在里面的那个 网上的人不晓得 有没有笑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啊 打妄想 打妄想 从这个如是我们开始 到这个右舍立佛 多少时间啊 不到三分钟就到了 而且这感情上的人 念得很快的 灰快的 念得很快 不到三分钟 他就打妄想了 就跑掉了 跑掉了 那我是蛮认真的 我刚学蛮认真的 可是 我背不起来啊 背不起来就是 跟着这个右舍立佛 一直在打滚 滚不出去 这是我天生经验 才是十几岁的时候的事情 那么我现在想起来 我都很想笑 像那种情况 他为什么会这样 那不是在修行吗 念经嘛 念经应当是修行啊 可是他为什么 变成这种情况 打妄想 打妄想 边念边打妄想 一心无二用啊 那么你一分心啊 就忘掉自己在哪里了 他们背不起来 不是个个都背不起来 只要一用心啊 好好用心就背不起来 背得起来的 那么这样 我都没有办法 这个主餐的 这位长老啊 他看情况不对啊 赶快说 心经念下去 心经念下去 赶快说 心经要嘛 可是大家也想不出 波罗心经在哪里了 连波罗心经也念不出来 闹成这么一个大笑话 所以啊 别说是平常是叫他不要打妄想 不可能 您正在正修行的时候 他照样打妄想 照样打妄想 不要说的太多了 这个正在念的时候还多了 你拜三拜的时候 第几拜会忘掉的 你穿一天拜三拜啊 大家都是听住银庆啊 第一拜是三下银庆 第二拜是一下银庆 第三拜是两下银庆 他记住这个银庆在拜呢 假如不打也不敲银庆的话 他已经拜几拜了 他自己忘掉了 忘掉了 有的时候两拜当三拜 有的时候拜了第四拜还不知道 唱香蕴盖 有的时候唱了四遍五遍 有的时候两面就杀板了 根本就忘掉 你能怪谁啊 打妄想 打妄想 你的心里看着人 这个小猫的 带着猪油罐子走 哪有不出问题的 所以 这个真正会修行的人啊 他要照顾念头 要这样子照顾念头 那么平常在修行 不是修行的时候 你要打妄想 那你的事情 不必管他了 让他轻松一下去打妄想吧 那么真正在修行的时候 要不打妄想 太好容易啊 假如没有功夫的话 很难 所以我从前看 这个印光大师文操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 诵经就不如赌经 他所谓诵啊 就是不看字 不看字背起来的 那诵经不如赌经 赌经能用心 诵经会以这个话口念过去 话嘴巴一直 话嘴念过去 不用心 念熟了 不用心嘛 起初我都不注意这个问题 后来啊 有经念了 真的 你能够背得起来的经啊 一边自己心里好像在念经啊 而实际上在打妄想 也不知道 金刚经我能背 我早上念金刚经啊 经常念来念去打妄想 自己不知道 那么这就是 你没看字 没有看字 一行一行 一直一直看过去啊 这个心 忘念起来 不知道 所以必定要 他对着经文 看着字念 虽然是很熟 能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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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都看着字来念啊 他妄想不起来 因为这个经心 灌注在字上 灌注在书本上 他妄想不起来 那你如果 靠着我背得起来 背得起来 眼睛一闭 一闭就念了 那么心里大妄想 跑到哪里去 还不知道 所以会有 优舍立佛的情况 我念金刚经也是一样啊 虚普提很多啊 翻来翻去 还是虚普提 还是这个 欺负世民 所以这个 如果你照着经文 去看着念 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就会好得多 所以说 纵然你背得起来 也要看着字 看着经文来念了 才不至于 因打妄想而出了问题 那么这就是 在诸法实相的道理里面啊 同时说到 这个 修行的方法 就是惯心 要怎么样的惯心啊 就是从这个地方下功夫 那么到这里为止 就是长文 长文这一段 讲完了 儿时 十四尊余下 这是重松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宝 这一段时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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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鹅的泪 天鹅被誉为神鸟 姿态优雅 性情温和 忠贞不二 灵性十足 自古以来都是纯真与善良的化身 你看 天鹅 真是太棒了 天鹅又出现在这片湖里了 是啊 上次我们抓到的那只天鹅可是卖了个好价钱 今天要是能抓住这两只天鹅的话 我们就又能大赚一笔了 他们在干什么呀 会得朝往哪里去呀 别急 他们一定会过去的 只要他们撞到网子上 那绝对是跑不了的 捕鸟网是那些盗猎者捕捉天鹅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他们在天鹅食物比较丰富的湖边架起这个网 天鹅在起飞或降落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被网缠住 哈哈 逮到一只了 太棒了 快 我们去抓住它 要被网绳勒死 那价格可就大打折扣了 你着什么急呀 你看 还有一只天鹅不是没被抓住吗 可是 那只天鹅已经飞到天上了 我们哪还能抓得到它呀 不用我们抓 它等一下就会自投罗网的 要知道 天鹅都是一夫一妻制的 而且它们对自己的伴侣非常忠诚 天上的那只天鹅是不会丢下自己的伴侣而独自逃走的 嘿嘿 真的被你说中了 它果然飞下来了 不要害怕 我来救你了 别过来 你救不了我的 你快走吧 要是你也被抓网缠住那可就糟了 我不走 我是不会丢下你的 糟糕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赶快飞走啊 你看 现在好了 你也被抓住了 这该怎么办啊 你被困在这里 我怎么能独自离开呢 现在 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又在一起了 哈哈 真的两只都被抓住了 天鹅看起来那么漂亮 没想到却这么没脑子 真是太笨了 有这两只天鹅我们又能进账不少了 这两只天鹅被盗猎者卖到了餐厅 它们到了那里 只能等待被宰杀变成菜肴 成为人们的副中餐 怎么 你们也是被用网抓来的吗 没错 那你也是被网抓来的吗 是啊 我们真是太倒霉了 来到这里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的同伴昨天就被杀死了 王老板 你看 这可是真正的野生天鹅 想要抓到可是很不容易的 我一共花高价收购了四只 昨天赵老板吃了一只 您看您是不是要点一只啊 好啊 就这只黑的吧 我还从来没吃过黑天鹅肉呢 我们终究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 不要伤心 至少我们在一起 这对天鹅的命运很快便得到了改变 学佛多年的李先生得知这家餐厅里有天鹅后 决定要拯救它们 李先生 你看 这两只天鹅不错吧 不过价格也不便宜哦 老板 这两只天鹅我都要了 你开个价吧 啊 两只你都要 李先生啊 你是准备请几桌客人啊 啊 我并不打算吃掉它们 我是要将它们买下来 放生的 什么 我没有听错吧 这两只天鹅价值好几千呢 你不会真的要花几千块钱买下它们 呃 然后再丢掉吧 老板 我是要将它们放生 不是丢掉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你看这两只天鹅 它们就像是天地间的精灵一样 这么有灵性的动物 我们怎么能残忍地将它们杀掉呢 李先生 你说错了 其实天鹅是非常傻的 它们看到同伴被网抓住后 自己也会傻傻地撞到网上 你说这么愚蠢的动物 哪里有什么灵性啊 你以为它们自投罗网是因为愚蠢吗 不是的 它们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自己的伴侣被抓住了 它们不愿意独自苟活而已 难道真是这样的 是的 天鹅对伴侣的忠诚度甚至远远超过我们人类 以后请您不要再伤害它们了 李先生最终买下了这两只天鹅 而这两只天鹅 尽管身陷淋鱼 无法动弹 但它们俩看李先生的眼神 却非常安静柔和 没有半点恐惧与绝望 似乎知道李先生是来救它们脱困的 没事了 你们现在安全了 我会把你们带到水库边放生的 这是怎么回事 我店里买过那么多只天鹅 可从来没听到过它们发出这么悦耳的叫声 难道它们真的知道自己获救了 所以才会这么开心 难道它们真的很有灵性 在水库边 很多学佛的人正在那里放生 当它们看到李先生带着两只天鹅来到这里后 便纷纷围了上来 李大哥 这两只是天鹅吧 是啊 它们是我从餐厅里买来的 从餐厅里买来的 天鹅肉在餐厅里 可是能卖出很高的价钱呢 李大哥 这两只天鹅一定花了你不少钱吧 你说的没错 这两只天鹅的确非常贵 不过我们行善放生 怎么能因为价格昂贵而放弃呢 嗯 李大哥 你说的很对 你们以后可要小心点啊 不要再被抓住了 好了 你们自由了 快走吧 去你们想去的地方吧 咦 奇怪了 它们怎么不飞走啊 你看 这两只天鹅在流眼泪呢 你眼花了吧 天鹅怎么可能流眼泪啊 不信 你看 真是令人不敢相信 这两只天鹅真的在流泪啊 好了 不要流泪了 快走吧 那一刻 在场的人都被震撼和感动 时空仿佛定格 只有彼此间心灵的默默沟通 世间万物 本是一体 停止杀戮 放生行善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